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条政论 我这位阿哥为我愁眉心所 优国优民 这位叫做李泽 他应该优国优民的 不过他这么担忧 责任重大就是他的集团 长江实业集团 业绩就很麻烦 上个星期五一公布业绩就跌了10% 因为他派息少了一半 败了一半 派息不见了一半 长江实业绩没问题 还是赚钱 财政也都健全 虽然近来我们听到很多新字头的地产 因为卖楼不好 环境不好 贷款不到 贷款出了问题 很多货货在里面 是不是吗? 就是周转不了 不可以再买新地 是不是? 还要再次赚钱去借下的钱 要给利息 是不是? 陷入财政困难里面 强势就全部没有这些东西 近来也少了很多 它也少了很多项目 照着是质身财的 是不是? 我们前一段时间知道 诚哥的一个众神 桑海泉 女士就说 诚哥一早2020年 就说我们要存多些货币 少点 减少点 胡乱的 不要这么进取的投资 要避开 因为香港的经济 香港的经济 会有一个大的错落 很准 准得很紧 至于这位公子 泽巨呢 泽巨就 其实做得很好 虽然业绩稍差 跌了多少 但是我相信比起很多 包括我拿着其他股票 拿着肠实还是很值得慶幸的 应该很高 很慶幸的 但是竟然拋出一句 嗨一声 香港人这几年是很辛苦的 还有香港一定要保住金融中心地位 这件事非常之重要 与众心脏 是吧? 大家不禁问了 我们不是有志及卿一片好景 很不政治正确 说人话不是很政治正确的 难得他都说了 他一说这句话 比我的震撼是大的 比其他人震撼大就不知道了 整个香港的现货就是23条之后了 究竟香港的知名人士 重要的学者 投资家 是吧? 重要的精英 医生律师 好像都在搞移民多了 好了 商界的调楚 好像这位阿泽巨 多数不出声 是吧? 多数不出声 有人代他出声的 又是叶某淑儀之类 又是邓炳强之类 是吧? 我的美国朋友说 我都不知道多欢迎你 23条立法 我以后安心了 我在这里做生意开心了 我一向都觉得他很笨 自己作试说 叶柳也是这么说的 那你不用问美国朋友 你问问这些香港朋友 香港的 本土的 国际有名的 资本家投资跨国的人 五十几个企业 全球这个长实集团有五十几个国家 五十几个市场 有这个投资 有公司 那我相信是数百计的企业 那他们有一个叫做联席会议的东西 是什么呢? 我都不熟 不是太熟 太清楚 但是大约就是 总之在长实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里面 我在罗里面 所有公司都是独立的 就算长江实业自己都是一间 就算是一间母公司 hold着下面很多小公司 在香港来说 可能他有十家二十间 那些公司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就是现在的商业社会就是这样的 个别可以不妥 其他人帮他 救他 或者因为你和那个集团互相呼应 互相通讯息 互相帮助 这些联席就是这样出来了 就是这个集团的联席 他就和霍建宁都是这个联席的总事兼总经理 应该有很多个 都是一些较重要的职位 我相信 不只是与会者 但是他就辞去了这个 就是全球性的长实集团的董事兼总经理 他只留任香港那里 做回香港长实的主席 那么霍建宁升了上去 72的高龄 这个老人家就升了上去做副主席 有可能清正的做主席 交托给他 那他为什么要不做环球性呢? 就说要多些时间陪家人 那如果你既然要多些时间陪家人 香港的长实也都很稳定 那不妨就交给伙计做 自己做个投资者算了吧 是不是这样呢? 喂 如果香港 你不是自己都要为香港 现在需要由自及卿再起风云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帮多些手啊? 做多些投资啊? 半句都没有说有什么大的投资 没有什么投地 现在 阳春又来了 我们再推回地产上去 不说 没有说过 宅街 是不是宅巨? 宅巨没有说过这个东西 因为我作为宅街已经似乎移民了新加坡 以前《信部》都算是很遥远的一个库庸关系的人 我都说了 这些 他们是香港的传奇 所有人都或多或少 除非你没有去百佳买东西 就是你没有屈臣屎 就是你难免和这个 你现在这个事业 香港的荣辱是与共的 现在香港是处了23条之后 会大为兴盛的 大家近来都知道 茂波都不要说了 因为我其实不多 这几天 只是看到叶柳出来 就拨这个奴旗 美国摩根大通的董事 就是说香港原料 拨出来 美元、美元 越是这样说呢 那都好整个月的事了 接着呢 就是星期日 就说马士坑出来了 就说香港有五大优势 诸如此类 未完未完 个个都说 当然这些很符合官方中共的说法 但是你看到香港的资本家 23条是不出声的 全部是被代言的 被代言就说很赞成 对了 我们知道资本家都有一定的代言人 在那个议会里面 是吧 议会里面很多人 比如他举战那些 都是一定有他的代言人 但是这次都没得出声 因为中共一定要 李家超和中共两个一起 一定要推这个23条 好了 推了现在 推了之后 一会儿这么快就已经三月都没完 那开始有事了 开始厚促很多东西 我们一直批评他立法闯撤草率 对不对 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清楚 对不对 那我们比较关心人权 但是那些资本家 未必关心人权 未必关心一般人 马俊伟的人权 他未必关心 但是他一定关心 和他共事的伙计 我们的工作安全 你这个国家安全 他们要说我们企业安全 和工作安全 那他有得不担心 你知道 你知国安法里面 其实我们看回头 在危急时候 都起码曾玉成出来说过 应该都有其他人 一时不记得谁 但是都是说过 你商业秘密 都要说清楚些 甚至没有 通交华都说过这类东西 搞清楚些 那个商业秘密是什么 结果都没有什么 没什么的 不清楚的 依然是不清楚的 他说是的 你看到现在 把权交给那个特首好 国安委好 给出权他们 保安局局长好 个个就守执帐方保剑 你说他不会不用的 就是你不会乱用的 我们记得梁爱斯说过 有的要用的 有的 为什么不用呢 告人的 我们发觉真的是用的 是不是 马俊伟是第一件 就是 另一条影片说 那 我又不想这样拉来说 本来就是 我只是想说 那 作为香港首富的继承兼代理人 是吧 我们习巨卿 你看他样子 是不是充满这个 什么事啊 那怎么办 他退任了这些 集团国际性的位置 那我不信他真的退了 只不过为什么他退了呢 那你不要了 你老爸叫他出来 挨世界追 日理万机 那样理了所有事情 不会吧 我想他表面退 其实实际上都要 关注了 开很多会都要去 但是为什么在名义上退了呢 国安法 因为国安法 要你 问你一些 这些商业秘密 故知言 讲了你 你听 问你 你都要跟他合作 还有呢 是不是 就是很多 国际 商业秘密 你知道 你的伙计知道 以后 国安委 问到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说呢 是 洩露国家秘密 说了你 你听 你是不是 就是 或者你有时 无可避免 你要去探问一些 跟你商业 他们有关的 甚至有人告诉你 是不是 有人告诉你 这些其实不是秘密 商业秘密 大家 从商 和从政一样 有时 由于竞争环境那么残酷 或者是媒体 竞争环境激烈 所以大家都像 找一些特有消息的来源 所以秘密都是一种秘密 但是很多时候 官方的秘密 和民家的秘密 怎么分开呢 分不开的 尤其是这个 中共治下 以前大陆是这样 大陆那些就看到了 不久又不见了 不久又被自杀 那些这样的事情 那你猜 作为一个普通商人 怕不怕? 我们不是 我不是商人 没事的 商人天之嬌子在中国里面 是吧? 资本家 有时想想我代入他 他真的很害怕 很多事情会害怕 所以他呢 一声之后就退了出去 即是淡出了 甚至我觉得他很快就离开香港了 至于中共不高兴 最多是买了他的藏实 就卖给你 有仪价卖给你又如何? 不玩了 是他预做了这样的 是 所以他才有一声长叹 对香港现货 而这一声长叹 就打破了 即是一众 那一声长叹 就说香港好啊 二十三条好啊 很受欢迎啊 商界如何如何 多赞赏啊 你知道那些议员出来说 每个都不是我这些阿伯 是不是? 我认识的商人 就是查三星的老板 我认识那么多 小店老板呢 他们不到他害怕啊 至于一般商人里面 重要的 我们看新闻看到 美国商人 那些大商人 觉得你二十三条 就是入这些法案法 是针对他们的 那就当然了 哎呀官方的说法就是 人家我呢 个个家都有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是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人有我有 就不应该过多事的 是不是? 人家不要乱用 但是我们的伟大 社会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国家 什么都是为国家利益 那他什么都 一觉得不妥 那会远用权力 现在的好处 香港还是跟香港的法例 跟随 common law 没有这些东西 现在将来就不是了 一个国安委 一个警察 喜欢怎么可以 随时增加负利 是不是? 那这些 我不是想危言耸听 是不是? 英文成语一句 for seeing is believing 我很公道说 我要看到他 开始发生我先 但是这两天 已经见到 马俊伟人权被侵犯了 是不是?第一个 第一个例子 就是澳门国安法 二十年都没有用过 香港两天就用了 是不是? 那我们真是没得说的 这些你跟我争 我也都不想跟你争 是不是? 我也都不想 待啊 扎街 不用怕 放心 大哥 不说你是这样 这些容易打碌的小商人 都不会啦 有钱 又有钱请律师 不会骚扰你的 不会乱那么楼栏你的 是不是? 但是我看来呢 他这张照片 这么巧找到的照片 随便找的 代表他心里面的确是有不解之结 是不是? 也是担忧 也都为他的伙计担忧 所以呢 算了 可能退出香港了 那如果他再进一步表态 其实他已经表态了 是吧? 不过他们这些人 不会像我们这么直白 这么直白说出来的 是 这个就是香港的隐忧 很多人表面 支持中央支持共产党支持香港政府 背地里安排自己的产业转移 子女家人离虚 不止民主派 你那九十个议员 你看看他家里面那些安排 大家都可思过本 但是这帮人通过法例的时候 一致通过 是不是? 我想 遲些 总有人后悔的 不过不知道他会不会公开说 好 多谢大家